我们可以看到照料新生儿的护理师急忙地把孩子们的婴儿推床全部聚集在一起推到身边来 而这名护理师表示这是今天清晨两点三十二分发生的地震 他刚好正在职业班 不过一起当班的同事这时候刚好离开了新生儿市去洗手间 所以他一个人本来要照料三到五位的新生儿 只剩下一位护理师的时候就要把将近十位新生儿全部推到身边来 连手都不敢松开要保护小宝宝们的安全 还有说当时一个人照顾宝宝们就算自己已经很害怕 但是他仍然勇敢起来 当下就立刻把轮胎固定住让孩子们不要到处移动 所幸也没有造成任何孩子们的受伤